哎呀呀 我看那大哥怎么的呢 我刚说完一起加油啊 怎么提不起精神呢 啊 议会了 我懂了 你看2022年 开板的第一个假期 这就算要过去了 没事 滋涨起来 过了元旦 下一个放大假的节日 那可就是春节了 哎 这下行了 一下期待了吧 别说你期待 全国的铁路线 还有高铁动车 绿皮火车 这都跟着期待的 怎么呢 忘了 昨天咱们说了吗 春运火车票今天开售了 2022年铁路春运 从1月17号开始 到2月25号结束 总共是40天 全国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2.8亿人次 同比增长了28.5% 按照火车票 提前15天发售的南牌 2022年1月3号 也就是今天 铁路部门开始发售 2022年春运的火车票了 而且呢 为了方便大伙买票 和退改签 铁路部门把这个 12306的网站 包含这个手机客户端 它的售票服务时间 从原来的每天5点 到晚上11点半 调整到每天早上5点 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 但是每周二除外啊 提供24小时的互联网 退票服务 退票截止时间呢 由乘车站开车之前 25分钟延长到 开车之前都可以 新增12306客户端 免登陆退票渠道 把原来就可 管可以在票面 这个票面发站 就是发票面这个地方 办理的这个 开车以后的 车票改签的业务呢 现在增设到 网上办理渠道了 同时在自助售票的 这个终端 也新增了一个 电子客票改签的功能 就是退改签更容易了 把这个后补购票 这个这一项 最晚截止时间呢 原来是开车前6小时 调整到2小时 为咱们这个旅客们呢 提供乘车临时 电子身份证明啊 等等这些个这些事 这些政策真是啊 怎么说呢 这叫无精彩了 一脚周杰伦 这叫什么 精彩绝伦 总之吧 为了伙伴们春运期间 回家或者说走心访友啊 再或者是出游啊 那是使出了吃奶的劲 提供便利啊 但是你看这一转折啊 我这一说 但是马上来事了啊 便利是便利 但是咱们自己出门的时候 一定不能大意 你看这个元旦 有一个火车的旅客 就差点损失了16万 就头两天 湖南长沙 开往福建厦门的 这么一列高铁上 有个党伙伴 坐得是相当难受啊 从来不愿命运之所 不怕旅途多坎坷 向着那梦中的地方 哎呀 这坐得太累了 这时间长了 这谁受了 我得站起来 直直腰 这车 这车好 他也憋闷 正说憋得难受呢 车上这个广播喇叭响了 叮咚 各位旅客 上饶站到了 这火车在江西上饶 京停 咱坐这个火车都知道 一般来说 这个中间站 停车也就停个两三分钟 尤其高铁 停的更短 上下车旅客呢 这个上完了下完了以后 关门就走 这男伙伴啊 没管当个 他还以为是这个 挺挺长时间 哎呀 到这了 这我可得出去透透气 车一开门 他吐鲁驾就下去了 伸伸胳膊 伸伸腿 哎呀 千山万水 脚下锅 一缕情思 真不脱 总然 哎 哎哎 别走啊 别走 怎么他喊上了 感情就 他透气这一小会 他肯定没在车跟前 他是离 我估计是离有一段距离的 就这工夫人高铁啊 到点关门走了 即将开往下一站了 这男伙伴呢 思想也是六号了 看着关车门了 高铁都走了 他才反应过来 别走啊 哎哎 我包还在上面呢 我包啊 我包 哎呀 十六万哪 十六万哪 这男伙伴说 自己这包 放车上了 里边有现金 十六万 这可坏了菜了 咱就不说说 有什么坏人拿走吧 就算说 哪个伙伴 不小心给拿错了 再往回找 他不也费劲吗 而且这咱们国家的高铁开多快呢 说话工夫 穿出去老远了 你再玩一会儿 兴许都出省了都 好在 上饶站的工作人员呢 紧急的联系上 高铁上的乘务员了 按照这男伙伴提供的座位号 把他这包找着了 找上打开 一看好假 这包里头 不光十六万的现金 还有笔记本电脑呢 你就说这人心多大吧 这老些东西 都敢扔车上 完了以后人就下去走了 活动去了 还行 这男伙伴 坐了下一趟的列车 到了目的地福州东站 把东西求走了 算是虚惊一场 以后可别这么老胡了 各位伙伴们啊 也别光瞅人家看热闹 今天这已经开始 发售春运的火车票了 那春运那不是说来就来了吗 到时候人多 行李也多 各位伙伴们千万 打起十二分精神 看住自己的这点东西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看住孩子 哪年春运都有给孩子 整丢了的 今年我可不想再说 这类的新闻了 总之吧 人在旅途 心细点 少玩手机 少睡觉 自己和东西都平安到家 那才完美呢 这正是啊 下车透口气 高铁门关闭 差点丢了十六万 下回多注意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